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常规,蒸发排放系统压力传感器,开关低伏特,FTP传感器电路较低条件GM,燃油箱压力传感器电路较低输入条件日产,蒸发排放,EWAP,碳罐吹扫系统压力传感器故障那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它被认为是通用的,因为它适用于所有品牌和型号的车辆。 1996年以后,尽管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型号而略有不同。DTCP-0452与排放系统故障有关。您的PCM或动力总成管理计算机依靠燃油箱压力传感器来检测燃油箱内部压力的波动。 根据您的汽车品牌,传感器可能位于从燃油箱顶部或燃油箱本身顶部的燃油模块流出的燃油吹扫管线中。 PCM已确定系统压力异常低,表明系统存在问题,而不仅仅是传感器。 该传感器主要仅用于排放控制策略。当温度高时,您的燃油箱会产生燃油蒸汽压力,而在负载下会产生真空。 传感器将电压发送到计算机进行分析,电流值取决于压力或真空度。 该代码涉及所有车辆,但是它们的传感器输出有所不同。 例如,别克的传感器在油箱中产生正压时约为0.1V,而在真空中则产生负压时高达5V。 当油箱中产生正压时,本田的传感器会增加电压信号。 无论哪种方式,传感器都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它们都将压力转换为随压力或真空衰减而增加或减少的电压。 相关的蒸发排放故障代码包括P0450、P0451、P0453、P0454、P0455、P0456、P0457、P0458和P0459。 症状您会发现带油P0452代码的唯一症状是服务引擎即将启动或检查引擎指示灯是否点亮。 在极少数情况下,您可能会闻到明显的燃油蒸汽。 原因导致此DTC的潜在原因包括,油箱压力传感器故障传感器限速开路或短路FTP传感器的电气连接故障真空罐的蒸汽管路破裂或破裂燃料箱的正蒸汽管路破裂或破裂管路堵塞燃油泵模块上的电片泄漏气貌松动, 导致真空损失蒸汽管路被加注诊断步骤和可能的解决方案由于传感器的位置和诊断问题所需的工具,该问题几乎无法解决。 传感器位于电动燃油泵模块内或附近的储气罐顶部。 首先要做的是检查汽车的所有技术服务公告。 由于它们可能会回忆起,因此这始终是一个好习惯。 其次,您会看到客户使用此模型遇到的问题类型以及建议的纠正措施。 最后,大多数车辆对排放控制设备,例如10万英里,都有很长的保修期,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检查您的保修期并利用它。 如果有,为了接近传感器,需要卸下燃油箱。 这项兼具且有些危险的工作最好交给升降机的技术人员。 超过75%的时间,有人没有花时间点击加油口盖。 当加油口盖松动时,油箱将无法形成用于抽气的真空,并且不会建立蒸汽压,从而导致输入电压低和代码P0452的设置。 现在某些车辆的仪表板上撞油检查加油口盖指示灯,通知您重新拧紧加油口盖。 可以检查从车辆下方离开燃油箱顶部的蒸汽软管,以发现折断或卷曲的线。 从油箱顶部出来的3到4条线通向驾驶员的侧框架栏杆,可以对其进行检查。 但是,如果需要更换,则必须将水箱降低。 技术人员使用特殊的诊断工具,该工具将对汽车中的传感器以及所有管路和油箱压力进行测试,并针对温度、湿度和高度进行校正。 它还会告诉技术人员蒸汽管线是否有任何故障以及电器连接是否令人满意。 其他EVAP DTC,P0440,P0441,P0442,P0443,P0444,P0445,P0446,P0447,P0448,P0449,P0453,P0455,P0456,P0452DTC视频 这是ScannerDanner在YouTube上制作的视频,与GM上的P0452代码相关汽车。 我们与它无关,但是它肯定知道它的东西,并且在解释事情上做得很好。 这是一段视频的更多技术信息,它的时长为25分钟,但可能对访问高级扫描工具的访问者有所帮助。 希望您 라고会 fam一唱或推済 Consult тер não cum说 ELBIB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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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R Ellen sicрон ad this type UN 反对于一种旅行的人生存侵鹤,此前 stool是 Corey坎坎乃 lasts好一看的速度和3事件。 这是显 kup RHETZ华词209,P0 against Todos小《板-" tylko1》第一 set